最近不少香港人都北上吃喝玩乐 有网民就在讨论区亲子王国出post 说过去12年都没试过北上 日前终于在度过关 不过跟家人吃完饭之后 回到香港就出现腸胃不息 他刚刚回香港大约3个小时就开始不断辐射 而且第一天还吐 两天内吐射了大约20几次 每次都是磨水 不过因为急症室等候需时 他担心目前的情况去医院等会更加辛苦 所以就崩溃地出post向网民求救了 不少网民都留言说 担心是否卫生的问题 建议楼主尽快去看医生 另外也有网民好奇 楼主买相的时候究竟吃了些什么呢? 楼主就说吃了寿司、刺身、打边炉和消酵 有网民就回应说 吃得这么窄当然是饿了 吃得到处理 吃得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